来, 今天来打一轮悬卡挑战 好久没有打悬卡了 对面选小草,我们先选个滚筒吧 能解飞筒,能解烟花小妹 再来个烟花小妹 这个模式现在有斯坦可以选 靠车比较克制斯坦 再来个幽灵吧 我们这一把来个冲锋流行不行 但是没有攻成锤 也没有羊 还有什么能冲呢 冲不了啊 大花宝可以抽 给不到压力 这边费用很小 来个女巫伯伯 再来个武僧 武僧不太好 再来个武僧 来个飞筒吧 帮富足好难玩 是 对面选的还挺慢 盾牌 盾牌 拿来个虎球吧 反正对面也解不掉 法术的话 我们不一定 不一定需要选 厕所 厕所 厕所没啥用 这把不用法术了 最后来个黄毛吧 来砍它 增加一点爆发 增加一点爆发 五球加飞头 光毛凯利巨人可以做到 瞬间秒杀呀 毕竟的血量不高 砍也没砍死 这追不到他 那这个血量老追不到他 来再来个飞筒 地面 地面 地面砸毛挺多 在这边 在这边 还真没那么好打进去喔 还真没那么好打进去喔 下个炸弹炸车先 夠的 你說對面甩的不怎麼樣 玩得還挺好 練個生病還有直播好辛苦 誰說我生病了 還有頭貓手有盾牌 走 真挺厲害 我去啊 高手 下主流有超級傳卡喔 咳咳咳 剛睡醒嗓子還沒開 呦 這個人有挺會玩的 在傳卡裡面他已經很厲害了 來我被卸取啊 來個這吧 來個小骷髏 來個塊豬啊 但是沒有冰豆子 塊豬快不起來啊 下星期超級傳卡錦標賽應該是的 這裡面機甲是不是挺厲害的 不會厲害 這個女皇倒是挺厲害的 機甲怎麼會厲害呢 機甲一個空軍而已嗎 好久沒玩了 野蠻的那個是什麼 野蠻的滾筒啊 25G粉絲拍了 恭喜卡卡羅他25G粉絲拍 哇這樣一來我們沒法術也是挺難辦的呀 挺難搞挺難搞 他撿不了蒼蠻 他撿不了蒼蠻 看來這個快速豬也是快速不起來 團火小頭 拼弓得打起來 小城下在一個不會金塔的位置 小骷髏可以下這裡了 沒擋到他 沒擋到他 伍仲也是要下出去 還有地震小皮卡房子 小地震雖然費用上虧了 但是我們也是要必須得過牌的 沒辦法 我們邊臨地上 他這個拉不到豬 下的太厚了 你看小皮卡的刀就不夠長 小皮卡應該把刀給改長一點 這樣解豬的話就不會砍空了 小骷髏 這是一個翼魯加龍炮 把他拉到更遠的位置 這邊我們下成一個冰人 但是要小心他的遊俠 穿我們 這下個豬來擋一下 看看他會不會下 下了一個威哥 這個時候下巧翔的話他有 遊俠 可能快下遊俠給我們解掉 我們就又得被迫再補牌 我們絕對要用火箱手 用火箱手來解他 再下成一個小骷髏 小骷髏可以圍殺 他解的是我們的火箱手 火箱手能點一箱兩箱 就一下 滾頭滾一下 他解不了亡靈的 所以解一下亡靈解 這邊再跳個豬 房子可以拉到 我們也是能訓練把他把房子給拆掉 拆掉之後他還有一隻頭貓手 我們調往下前一點他有對陣的 我上個滾頭 小骷髏可以站跟上的話 他只能下遊俠 不會下衛克 他下的遊俠衛克不一定能下得出來 應該能下出來了 但是來不及了 一下 兩下帶走 舒舒服服服 再下個兵人扛住 再下成一個團火 再下火箱手 再下個滾頭 再下個小骷髏 再下一個兵人 帶走對手 大皮卡 我們來個 怎麼好呢 他直接選大皮卡 我們來個 哥布林 再来上一个滚木 这样的话 他就滚筒能解哥布林了 或者是选女巫婆婆 他选择了一个飞桶 也是一个人才 以后全球准备下会有选卡 可能会有吧 来上一个女巫婆婆 把他的飞桶变成猪 再顶上一个骑士 是吗 好吗 是塔吧 是塔吧 现在有没有强的卡组啊 有强的卡组 肯定有啊 在一片爱上查查哪个比较热门 其实就可以 来 选个什么呢 没有很好的核心 选一个工程水 再来一个网址 但对面有电法能打上我们也是非常烦 这边打二把二把打的 完全打 给我打完这边选卡再打 皮卡绿胖是不是很强了 对 因为被削了 但是还是挺强的 他再选个雪球 我们选个什么好呢 我们选一张 然后他选 然后再打我们选 我们选个团伙吧 哎呀没选上 随便选 鸡犬了 鸡犬了 鸡犬 鸡犬 我们选团伙了 来个三个火箱手 对 运气好啊 对运气好 本来想选团伙没选上 然后他系统给了五个团伙 電 這還有一個火鬥者 預防不了了費用不夠 真的是太遜了這就輸了 這把選個什麼好呢 飛桶是沒那麼好解的這一把,選個飛桶吧 這種選個飛桶基本上贏了 在對面可能會下團火啊,骷髏海啊來解我們 所以說我們得選個法術 選個狂暴 狂暴飛桶 拆杯這把拆一下對面多少飛吧 對面第一個選團火也是非常厲害的 骷髏海 對面8000飛 左右 一看就知道是不弱的 不弱的對手 這個蝙蝠啊,這個蝙蝠是沒有時間了,隨便選一張 再來一個超級吧,超級蝙蝠 到時候就選個骷髏海傢俱 這個卡怎麼有點像,那個什麼套 哈哈哈哈 這個卡怎麼有點像那個什麼套 選地獄塔,選地獄塔幹什麼 狂暴右邊那個是什麼,虛空法術 現在版本虛空法術不是很厲害的 哎呀,這一張是我選啊,沒注意看 完了 為什麼給我選了個胖子啊,完了 不過問題不大,還是能贏的 畢竟對面才8000飛啊,贏不了我們 8000飛怎麼可能贏得了我們的 踩 蝙蝠 哦 我要解掉啊,不然不夠解啊,畢竟對面給了冰豆子的 小皮卡 這下牌下的像,就像一個8000分的樣子 所以他下牌能拆得出來 他到底多少分 頂上個胖子去進攻 哎,沒擋到他,哎,我們下牌下的像7000分 下個女皇,解一下他的骷髏吧 雖然很虧 但還是解一下 不能看著胖子被他布袂給解掉,太憋屈了 帶個技能 6件7件8件才能射掉 哇 狠狠啊 這個關鍵師還能砍一倒,不要被預判就可以 小電車 小電車,我去 8500分了他 很厲害的對手 很厲害啊,他肯定8500分 以上 不會低於8500分 看著下牌能看得出來 小電車 小電車 丟個飛桶 團火有嗎 沒有,好像也沒有 丟了個火球解,哇,一滴都沒摸到 我們城裡女皇 他沒有大法術不好解我們的城裡女皇 右邊下牌的話,我們邊一個超級 直接超級給他踩掉 還被投到了非常可惜,不要跟蝙蝠,跟蝙蝠他有狂暴的 還有技能,我去這個布袂也是下的好,他有9000杯這個人 沒有9000杯我吃 還有火球,有狂暴這一波,我們下的小電車,一定得趕緊補骷髏海,他要跳陽了 我去下這裡,我去玩了,他有10000杯了現在 狂暴下家裡 我去,我去,玩了 這都高玩了 小皮卡來了,開幾點早點開 再給小電車,左邊兩車,右邊一車 一車的 那一邊更有利於我們防守 超級踩家裡,不踩前面 晚點過和好 家具點上飛個骷髏海 再飛個蝙蝠 他沒有小皮卡啦 一個飛蝙蝠對手 差一點點 有墨碑嗎 挺厲害的對面,對面明靈堂應該有個1900 有1900分 明靈堂 這把選個什麼呢,這把增加一點難度好嗎 增加一點難度吧 來個石頭人 玩一玩版本墜落的核心卡組 石頭人 好嗎 三槍喝石頭人哪個落 三槍落一點 來個皇家巨人 來個皇家巨人 石頭人家皇家巨人 7.0的費用 我哪個去 我哪個離譜呀 再來個 巨人 啊 三巨人 這可比三槍落多了 對面是個水人 哇,他選了個兵法,我覺得兵法真的是雪克巨人類型呀 什麼大皮卡呀 巨人呀 石頭人呀 天狗啊 都被兵法雪克,而且他的攻擊範圍巨網 我們選擇一個女皇 費用直接來到6.0 還有什麼大費點呢 黃毛防止我們就不選了 黃毛防止有點 太弱 好 來個火球先來個火球先 把對面給砸掉 黃毛可以選,可是我們晚一點再考慮 有一些牌我們不要選太早 選太早的話容易被針對 選了個天使,哇天使水人有個東西呀 我們怎麼感覺我們沒有什麼防守牌呀 選個黃毛 好,選個黃毛 天裡面的選個黃毛 輸入的話 怪你們 好不好 大家背包有免費火糧的也可以送送免費火糧 送免費火糧給主播加點能器 有精度的話也可以送送螢光吧 來選個火箱手 小王子怎麼撿,小王子不撿 小王子不撿,小王子不撿 古球 古球我們選個 什麼好呢 最後一張 選個颶風吧 5.0費的卡組也是非常不錯 電腦被對面選了 電腦被對面選了 這一把很難 這一把能不能贏呢 概率很小 贏的概率很小 對面這個人最高 7000倍對面說 對面對面視角是吧 對面不下牌 我們不敢下 我們害怕 我們成個女皇 有女皇能開技能 前底的話 對面沒有大法術的情況下 他跟對面對比還是 肯定能對過的 就算對面下個斯坦也不虧 對面斯坦也是5費 我們下個胖子啊 跟他拖延一下時間 不開技能 他跟他下兵法 下加能炮 下毒藥 哦,對面這個人不厲害呀 我們又是有人贏的希望 開個技能 給他秒了 這個技能開的也是剛剛好 他剛好鎖台起來 我們剛好 隱身規避他的傷害 再請你一個火箱手 對面這一波應該是兵法 他兵法下的夠錢的話 對跟我們對牌是對不過的 他還是沒有選擇下 我們直接下個家居 兵法肯定下這裡一個火球 直接預判 沒預判到 我去完了 我再也不敢了 大哥給個機會 別頂水了 頂水了我守不住了 完了守不住了 這不整天切後排啊 完了 整天城底石頭人了 遇到高手了 炸電他不像嗎 我們預判兵法 他怎麼會把兵法跟電腦下在一起呢 對面是紫菜筆啊 我全有小王子啊 真難受啊 哎呦 哎呦 開個技能 光暴敲頭給他砍掉 啊居然贏了 這太遜了真的 這一把選一個滾木啊 選一個滾木 泡車啊 選泡車好嗎 女皇氏族女皇氏族沒有小骷髏啊 也沒有家人泡 選個泡車啊 女皇還被對面選掉了 你沒說什麼我選什麼啊 看看看看想看什麼 玩火箭好玩個火箭 火箭泡車滾木 轉機轉機也不錯其實啊 轉機也不錯 這把手轉機的排確實也沒有沒有可以排沒有排可以手轉機 豬豬野豬 選個豬豬吧 選個豬豬 豬豬野豬這一把差不多 豬豬豬這種排主要是靠自己的防守 然後再去打進攻 主要是你得防得住 防不住的話 跟對面換路對面不撩你 採集器好選個採集器 女武神好選個女武神 哇對面有地震啊完了這採集器算壞了 不過我們一般是在採集器不好用的時候也是能發揮出它足夠的作用 就說這張卡雖然說當前環境可能非常的不好啊但是這張卡還是會有它一定的作用 就好是掃下 電鋸好 沒有對空啊 這邊選個豬啊豬也防不住啊完了 炸了炸了 最後一張選個什麼才能逆選局勢呢 選不了賺集了只能選個魚鉤了 盡量守一下他的豬 不然豬解不掉 我們也是沒有對空的 希望對面不要選什麼 古龍啊小蒼蠅啊 對面還生氣啊 我不知道他在氣什麼 啊 他選個 給他機選選個 完了選那個地獄龍完了 完蛋了呀 這地獄龍我們是一點也解不了 所以說我們當我們不好打進去的時候我們就得 更優先於防守 什麼意思呢 就是前期不要進攻 寬寬的火力 都用來防守 守住他到三倍我們才有機會 因為三倍的對手雙倍的對手往往是更加容易露出破綻 像我們這種成文的男人啊 越到三倍就越穩重 像對面這種就不是了 他越到三倍他就越慌 他想的是怎麼還不贏啊怎麼還不贏 他慌得要死 但是我們就不一樣了 我們 越到三倍 又有優勢 但是他單位的話我們不好打他 所以說我們得給對面拖一拖時間 我們沒有去頂電鋸 因為頂電鋸他 地獄龍下側邊 我們也是不好解的 我們這一波選擇了下瓦子裡在這 擋一下他 魚鉤 再鉤他的豬來激活光他 別鉤別的位解不好解 這波下什麼才好把它給解掉呢 下一個採集器啊 由於採集器 6費 他解完我們之後我們還能漲一費 相當於也是花了5費 也是能狠狠地羞辱對手啊 下豬的話下豬就他小皮卡解完你 你不好解了不然 明白吧 你得適當地去引導對手 你下個豬他小皮卡解完你 你不好解 那你不就輸了嗎 我們下個採集器 相當於沒下豬 那他也不會下小皮卡 那他不下小皮卡 那我們就不用解了是不是 我們再滾一下他的墓碑 這邊下這個我們再下一個加能炮戰車 他右邊 下豬我們下這把這裡 只能敲一下還可以 他要開技能 哇這個對手技能也是捏得非常的死啊 轉了一下 再開升技能待我們的炮車能活下來這一波 他只有小皮卡跟地獄龍我們的豬豬直接跟上 他的小皮卡會被下能炮戰車給打了下地獄龍的話過來一會炸火箭 還有滾筒 滾筒加這個 哇非常難受啊 現在我們血量非常劣勢啊 不用急不用急 他先殺牌 我們魚狗也是要勾這裡啊 勾豬的話勾這裡這個的話炸的火箭 可以非常舒服 魚狗勾前一點 因為他不會預看我們的 因為他的技術不夠 勾過來 拍兩下 三個塔打了給他解掉 哇被敲到了 我敲 可能是因為他沒有貼邊 我們勾的距離有點太近了 這個下這裡的話我們可以頂電鋸了 有一點費用 因為怕他右邊跟小皮卡來進攻我們 他有墓碑 但他墓碑下的時機有點早 一會我們滾木給他滾掉 直接下豬他沒有法術的 下個豬 給他滾掉 挖技裡直接跟 去扛傷害 雖然這一波沒有打到什麼太多的血量 我知道他會下地獄龍下這個位置 我一個火箭直接預判掉 沒有下地獄龍 他下了個 沒打到 下了個地面小皮卡 也是一樣的嘛 如果準備 勾他勾他 好 再往左邊走 地獄龍別 別擠 可以下這裡 可以剛好電到 就怕他往中間一下 他有墓碑 我們直接下這個去拆掉他 滾木滾掉 不要再讓電鋸人往右邊走啦 不然電不到他地獄龍了 好多兵啊 不敢砸他 不敢砸他 我們可能需要用火箭來砸他的豬 砸掉 一起砸掉 把他的那個 一起砸掉啊 嘿嘿 先給他一個見據 哎呀 還是下魚鉤好了 沒砸到他 火箭的範圍不夠 勾一下 他也想預判我的 魚鉤 怎麼可能 再勾過來 炮車直接下這裡 預判他的佳能炮 不是 不是 預判他的墓碑 滾不滾一下 女皇 直接給他砸掉 我們也不砸塔了 哇 但是他有這個 完了 這有點衝動了下豬 乾淨 再不下豬的話要輸啦 不過他的瓦吉里 他的地獄龍還是被我們給打到了 救出鏡塔 他也是被迫用地震來防 我們再來一個佳能炮 雙佳能炮 對面非常難防 有墓碑嗎 滾不滾一下 他的地獄龍也是沒有鎖到我們一個火箭 直接斬殺配合我們的表情 耶 就是那麼輕鬆 這把好像也不輕鬆 不過我們還是贏啦 這把選什麼呢 彈幕得幫我選牌 我這個選卡的技術不行啊 等你們幫我選 我才能贏 不然我贏不了 野蠻人 行 選個野蠻人 給他砍掉啊 滾木 好 好 給你拿回來 行 你要等換鞋喔 給 5-3 5-3 行 拿個5-3 火箭 又來火箭 呵呵 來火箭 墓圓 我去墓圓的話 選了 選了之後非常難贏啊 畢竟我們墓圓沒有東西可以配合呀 待會再選 待會看能不能選 黃毛房子 我去這黃毛房子一選 這把是贏定了 再想 選個卡來處理一下他的小倉意 選個機甲 機甲 4.8倍 完了 輸了 這把輸了 這把贏不了了 噴火龍 太好了 噴火龍的話 對面有這個噴火龍有沒有用啊 對面有火球啊 完了 完了完了完了 對面選了個羊 吹劍啊 來個吹劍 不來個吹劍贏不了了 必須得來個吹劍給他 空軍給吹掉 墓圓肯定就選不了了 選墓圓他得跟法術 現在這個黃毛砍這個羊也是非常的難呀 他一個火球沒有啥乾淨可以看得出來對面的水平並不好 而且他下個這個的話夠解 但是不賺 畢竟也是兩費嘛這個 還是有希望的那當然 畢竟主播實力擺在哪啊 希望是非常的有啊 下個野蠻靈小屋 如果左邊跳羊的話我們可以下個這個給他擠到右邊去 但是也不太賺啊 因為我們畢竟房子是沒有傷害的 他有超級這波會下超級 下了超級我們五星五星解關之後 給他一個這個開根技能反擊掉他的 那個 反擊掉他的小蒼蠻的傷害 哎呀 啊 給他打掉 主要是他有小蒼蠻不太好解啊 直接炸火球 他下什麼了 說他好了 再打三下 兩下 兩下半啊 兩下半也可以了 黃毛已經要捏好 剛剛就是沒捏好 所以 他下羊我們才補龍滾木 捏好的話是不用補滾木的 哎呀 他這個沒跳起來 要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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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補 還是不夠自信了呀 小蒼蠻直接補 補龍塗掉 沒有去預判他有點可惜啊 他下個這個 夠嗎 能不能鎖到塔 能鎖到塔就很舒服 鎖到了 兩個黃毛砍塔 加兩個古龍 打了非常多的血量 他下這個我們吹劍直接吹 但是胳膊裏有點多啊 四隻胳膊裏 還好 吹劍只要剩一點點血就能至少吹兩下 一絲血至少吹兩下的 黃毛房子下一個翼路 站出黃毛來給他砍掉 翼路的話能把他拉得更遠 不要 像那個他肯定要火球的 我們一個技能直接擺下他的火球 直接給他 哎呀 沒擺得到 我直接炸火箭 不用急 下個吹劍成體 這個下這裡啊 機甲哥布林能 彈一下他 放個火箭出去 這個火箭的實際好像 比較晚 下出來之後 他火箭 很晚才能丟出去啊 不是能直接丟出去的 斬殺啊 拿下對手 這一把感覺有點輕鬆了 可能還是因為對手太弱 8000 這個人沒有8000 這個人完 來幫我選卡 幫我選卡 主要是勳章有沒有啊 沒發啊 我的號還沒發 我再申請給他 讓他給我發一個 連弩啊 來個連弩 冰凍 冰凍弩 我覺得冰凍弩的話 這兩張卡 挺廢 不好配合 對手 對面這 有沒有什麼牌能守住對面呢 哪個電塔 對面這女巫非常難守 煙花啊 必須選個煙花 不喜歡煙花守不住 對面 採集器 先選吧採集器 正下去輸定了 哇操 完了煙花被對面給甩了 完了煙花我們還撿不掉 完蛋了 你幹嘛呀 小王子啊 我去小王子守不住對面啊 有沒有前排啊 小哥前排 沒有前排啊 沒有騎士這種東西 怎麼手他都超齊呢 毒藥沒用了 刷個小骷髏吧 沒有騎士這種東西 怎麼手他都超齊呢 他都笑了頭啊 再來個電動者 不信了 幹死你 我去啊 飛頭也解不掉 完了 問題不大 必須得選個前排 陸林團夥 我去陸林團夥 還行 還行 選個陸林團夥吧 信你一次啊 我要開始解說了 這把能贏嗎 轉速率不行啊 沒有地面我們 守不住他的超齊啊 先選個電塔 先下個電塔 不用急看他丟不丟飛頭 他不丟我們再下 哎呀 下白了 沒事 只能激活光塔 能激活到嗎 這個位置 激活不到啊 這個位置 我下這能激活吧 冰起來 盡量不要掉血 像我們剛剛說的一樣 他可能單倍的話 讓我們打他有一點點機會 但是雙倍呢 雙倍他沒有一點機會 我們下個小王子 三倍的小王子 小王子的優點就是費用低 別的優點嘛 倒是沒有啦 下這 電鬥子也可以下一下 因為怕他叫大電 他這一波 怎麼解 你告訴我怎麼解啊 下咕嚕還解 小 擋一下 開個進來 我去啊 贏了吧叫 就這啊 我還以為你多了不起呢 剛剛還在那笑啊 不知道你在笑什麼 笑什麼呀 我還以為這把多難呢 沒想到 沒想到我那麼強 倒不是對手有多弱吧 鼠子是我太強了 再下個電塔 逼對面來進攻 還下這個啊 他有女巫 有飛桶 我們下這個 城上 他的煙花還沒好 他下了煙花之後沒有下過牌 下了一張牌 殺大電 那我們就採集器啊 怎樣 怎樣 這裁業器也不是說有就下 得找時機下 你給你把對面的牌給逼出來 你再下這個裁業器 也是非常的賺的 回頭問一下 煙花還沒好 我們下個電鬥子 下一張牌煙花就好了 煙花好了 他這波要丟飛桶的 我們下這 把他往回拉 擋住 他跳不起來 兵起來 全部兵起來 電鬥一下這裡 家裡的話小王子 配合電塔 配合我勾住他 直接完美解 再來個採集器 雙採集器 對面也是非常頭疼啊 對面以為他以為他這一把穩贏了 他以為遇到能機了 沒想到 沒想到他自己才是能機啊 他後面肯定要冰煙花要丟飛桶的 我們電鬥先往後拉 小褲子在啦 兵起來 小王子 技能晚了一點點 但小王子扛住了傷害 一個技能少掉 這把確實有人機啊 是他 這把是對面先選啊 我們待會選個什麼好呢 這一把也沒有什麼小飛 沒有什麼大飛 都挺中費 黑暗王子啊 選個黑暗王子先 古王 好 黑暗王子加古王 謝謝老額農縮龍生見識 感謝 感謝老闆在直播間龍生見識 謝謝你 三槍可以的 三槍啊 來個三槍 來個三槍 水呢 好 來個三槍水呢 哥布林 頭毛鎖 好 來個哥布林 頭毛鎖 大家正在看我直播 喜歡看我直播 也可以卡一個粉絲牌 加入一下我的粉絲團 可以可以加入一下我的粉絲團 給我增加一點這個人氣熱度 我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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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面蒙了 頂著大殿 選三槍 我們到時候再選個牢籠 其實就可以的 選個牢籠來避雷啊 但想想還是算吧 選個牢籠沒有那麼有用 家局 選個家局 好 選個家局 奶豆 最後一張 應該可以選吧 我對面大殿 我們選奶豆 奶不起來 謝謝陰天開動超粉 謝謝 謝謝你 轉個奶豆吧 最後 大殿礦工 對面的礦工是穩定打 穩定打傷害的 現在老王農縮的亮亮卡謝謝 對 沒有核心 礦工核心呀 大哥 我們成個黑王子 不好 因為我們只有一個黑王子 對面下牌我們再成 我們 擋一下 沒擋住 誒 很難受 我求你好 炸掉 炸掉 奶豆剛好來起來 哇 剛好沒來起來 不過也是開了非常多的炮 他要跟礦工的話我們下古王 不跟的話我們通保守 一個通保守就夠了啊 你不要下三個 下三個的話被他一起炸掉了 下一個好像他炸不出來 你回來看你的初衷時光啦 你初衷就開始玩皇上戰爭啦 怎麼現在這麼多人初衷就開始玩皇上戰爭了嘛 炸掉了 那邊是不夠的 這一波我們成立個黑暗王子衝鋒 他下礦工的話就被我們衝掉 不下礦工的話 我們衝掉他的皇帽 炸 炸一下 他這波有煙花 但這沒有進化卡 所以普通的煙花 他要蹭的話給他蹭得了 如果對面有大煙的話 下三槍該怎麼下呢 我們先下個水能 但他對面有這個 也是非常難受 煙花的話我們三槍不太好下 有點難受 不能這麼下 不能下三槍 因為這三槍解不了他煙花了 這水能下得去也送掉了 可能得三倍的時候我們才能下三槍 好危險啊 要輸的感覺啊 這三槍下不出去啊 下得去一把 沒什麼用 來 同胞手偷一下 來 同胞手偷一下 黑暗手往後拉 下槍就還是好一些啊 打火就能砸到 很極限的一個位置 反正是他的煙花 同胞手給他投掉 投不掉 戰前的黑暗王子 現在打不進去 我們選擇了狗活戰術 來 頂上 一起打掉 奶都只拿一下 他會下黃毛房子 一會就直接砸掉 他的黃毛 沒有砸到房子 很可惜啊 我想預判一下的 想算一波啊 沒想到這波並不算啊 而且非常的丟人啊 一炮 兩炮 殺一滴血吧 我卻不會被一滴血翻盤吧 不過我們有火球啊 根本不可能 同胞手回到了 牛逼 點贏了 不會12-0吧 會的 有你沒幫過選卡 肯定12-0啊 王子 Athki 我看見老後千 牛逼 超級被你甩了 轉機好了 轉機 轉機 好 來個轉機 毒藥 把對面甩的挺好的 但對面還差一個核心 乾果木哈 乾果木 我們有核心 我們用小草當核心 我在吃什麼 四季豆 四季豆 草漏漠 我在吃米飯 下個威猛礦工 碧岩格什麼時候回廣東打工 我最近不回去了 開個技能 哎呀 撞前口上了 就被下個王子吧 關這個煙花 還得推推推推推到右邊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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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毒藥先毒上 这个时候毒就可以了 他往前走的 先离个威慕矿钩 左边成了一个小草 我们双核心进攻可以打两路 这边可以下一个王子 他树地刚好用过了 右边他还得补小店的 转机挖上 毒藥毒上 他还是被他给解掉了 他再来一个树地 我们左边下个乙 右边开个技能炸他一下 没开出来 下这 下这里 他跳到这里来 会被我们的国王塔给打到 再来个转机转左边 右边应该下毒藥的 不该输出这个转机了 但是有点冲动了 再多 也是来得及 对面手头倒是不错 没有崩盘 下个女巫下中间 第二部骷髅应该是刚好能伸出来的 伸不出来 下个小草在右边 他肯定下树地在右边的 回不回一下左边 能打过吗 左边 没打过 再补一个右边的矿工 右边再补一个转机 我们右边可以成王子 左边不用管了 不要开技能了 开技能没用 开技能过去还是会被解掉的 所以说我们得考虑的多一点 准备超级 我们滚木滚一下 打一下 加滚一下 但是没有打到他 没有接受到 发个后点吧 他的挖机里会往后走 我们加下王子 加微波宽 我擋住他的女巫火灰的傷害就可以了 恐縮塔拉帶著對手 來,石頭人 我現在是來打挑戰 飛機,好,選個飛機 巨峰都被對面給甩掉了 甩不了巨峰了 我右邊打算 就好,選擇了 我會打算 我打算 我會打算 我去一個法術都沒有 這把挺難 鑽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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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隻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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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打多少血呢 5,3,1,2,還好打了一下雙倍傷害 不跟了,再跟的話要吃大殿 一下多了 一下這 飛機下遠一點 我還打不進去嗎 財機一邊踩飛一邊用來拉著他的電鋸了 還是能給他守住這一波他沒有電塔 看他有露靈條案火 我們跟小皮卡反正要吃大殿 這個的話不用吃大殿了 我們的採熱器又是一次拉死到了他的電鋸了 他的小妹也是被熟人的爆炸傷害給炸死的 但是熟人的爆炸傷害怎麼這麼敵人小妹都炸不死 應該加強一下 現在還敢交大殿 什麼都被反彈到 再來個炮車 雙炮車 對面是守不住 炮車 炮車 2階段也能用巨風吸走嗎 不能 剛剛我那是1階段 2階段肯定吸不走了 炮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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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甲 你說的機甲是哪個機甲 是重甲王林還是這個機甲 炮車 熊羊好 但這一把解不了地獄塔 工程隨揚 工程隨揚 出地沒什麼用啊 出地沒東西速啊 火箭吧 還不如拿個火箭速度 衛隊 衛隊我們可以最後再選 衛隊的座位有點小 對面冰法家電龍很刻衛隊 地震啊 地震沒有用啊 你地震震怎麼震地獄塔 沒用了 震不掉 樹地行吧行吧 選個樹地吧 沒東西能擋一下他的王子 看來得選個骷髏還才行啊 不然擋不了他的王子 小骷髏還吧 小骷髏還吧 也不錯 選鍋爐 選鍋爐這把 沒用 可能要輸掉選鍋爐 小鐵皮 哇 死的真快啊 快點 快點 咱不開個技能,剛開技能有用嗎?什麼都打不到 歐,完了,吃飽了 沒完嘛,打了不少血啊 不行,剛剛應該丟火箭了,沒準備好丟火箭 下歪了吧,這傢伙 下路了嗎? 哇齁 還沒有擊退的啊 直接往前走 Yeah 贏了 你打兩把天梯吧 我吃飯 行 運氣這麼好嗎 又開這個啊 這五星箱不停的開去算了 怎麼還開一個電話出來